好,我們進入Small PDF中文網站之後呢 您可以從頁面上選擇您所要使用的這個PDF功能 那我們在這邊來試看看合併PDF的部分 進入後呢,您可以看到在這邊 您可以選擇從Drawbox,Google Driver,雲端硬碟 直接把檔案選擇出來 或者是直接從這邊選擇您電腦裡面現有檔案 或將PDF拖曳到這邊也可以 加入之後呢,它會在左下角這邊 開始有一個上載的進度bar 那等到上傳完成之後 右手邊的合併PDF按鈕就可以使用了 現在我們按下合併PDF OK,那您就可以從這邊選擇是直接下載檔案 或將合併好的檔案呢,存到雲端硬碟也可以 這樣就完成了,所以非常簡單 再看一看